問題這個太炒虛了 炒到 炒到一天 弄幾天呢 要去小時候中午也不能睡覺 看電視聽不見醫 都出去啊 出去要用疫情 怪獸進行拆除工程 施工工地 鄰近住宅非常靠近 擾人的聲響 夾帶厚厚的粉塵 影響了好幾個月 附近的居民真的快受不了 灰塵都不敢披薩 都去給人家自助洗 因為洗了曬了 灰塵有什麼用 白洗了 高雄沿城區的 城中城原址 進行拆除作業 目前工程進度 已完成了90% 整體進度超前 不過民眾要回到 安靜的生活 恐怕還要再等等 從去年底開始施作 現在預計 大概到這個月會完成 目前的進度 大概有超前 不只要拆除建築物的本體 未來更將把地下兩層填補 規劃新建公園 市府也舉辦了說明會 希望能夠廣納各方硬件 讓公民參與 高雄市議員 建宏宗也期待地方未來的改變 也感謝市政府願意召開這樣的一個公聽會 然後聽取在地 地方 居民的一些意見 那也 也期待說 今天的晚上公聽會可以比較順利 那也期待就是說 在整個 拆除完畢之後 市政府對於當地要做一些 適當的一些回饋之外 那未來這個公園也可以 讓整個 符合整個地方上一個需求 這是大家所期待看到的 對於城中城 此地未來的發展 地方仍有許多不同的聲音與期待 只期盼市府能夠採納各方的建議 一方面滿足地方期待 同時也撫平傷痛 以全新面貌 再與市民朋友見面 記者蕭逸宣 潘文玉高雄報導